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 我们来谈一谈灾难大语言倒数29天 为什么是倒数29天呢 因为我最近赚到了风水上的挂象不好的重叠 每一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五黄煞 还有一个病腐煞 如果那个二黑的病腐煞跟五黄煞重叠的时候 那真是恐怖啊 好 我最近怎么样算来算去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最近不是一直发生了我们五黄煞东南边 就是我们台湾的东南边一直很多的问题吗 掉飞机啊 污染车失事啊 然后火车失事啊 对不对 现在呢 勘发出一坨拉股的事情了 好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就心里有余悸 我就想 哇 这农历三月呢 是润成月 我们是冲破财库的月也 冲破财库的月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在这个月当中呢 我们缺水非常严重 你看喔 除了缺水以外呢 现在是干旱到不行耶 中南部地区现在呢 已经非常非常严重 所有的水库几乎都干渴了 好 那接着下来的灾难是什么呢 请大家要屏住气息 脑筋要清楚了 接着下来的灾难是什么 海洋老师其实一直很忧心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吗 我真的很忧心的事情就真的就会在这个月发生吗 农历的四月 先讲一下 农历的四月刚好进入在哪里 东南方 好 农历的四月进入在东南方 就是我们的五黄煞月了 一月份的时候它是连结着 我就一直在强调 我们今年农历的一月就是五黄煞月的开始喔 所以大家都掉以轻心 应该说那个老师随便说说吧 但是大家网友们 你们如果有看到这个讯息请广传给你 动动你的指头 分享所有的亲朋好友看一看吧 好不好 历历在目 一样一样事情都不断的在发生了 另外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这个天运这么差 最近又不断的火烧山 看到了没有 一个山烧不够 两个山烧 三个山烧 好 我的天哪 烧到现在学校都要停课了 好 接下来 刚旱不打紧 好 缺水的状况会是如何呢 现在继续挖地下水嘛 好 农历四月我们言归正传 五黄煞月加上什么 加上二黑重叠 我们每一个月份呢 它有不断的重叠的一个运势 好 那不断重叠的一个运势呢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今年2021年农历二月是文昌化霜祭 一次死伤多少人啊 死了现在50个人下修49 但是重伤的 轻伤的总共200多个 农历二月 大家如果还看了老师的直播 你们就很清楚很清楚的很清楚的知道了 好 那么现在农历四月又要到来 农历四月刚好在五黄煞位上 我现在很忧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加上二黑的重叠 这个二黑的重叠呢 就是病腐位 好 状况越来越严重 这个月啊 下个月 农历三月 这个月是缺水大作战 干旱大作战 下个月呢 五黄家 二黑病腐位 请问一下 最近的军演如何呢 大家有感吧 大家应该很有感吧 最近呢 中国大陆对我们的军演又是如何呢 好 拜登已经八十岁 他现在光是帮助他自己的国家 已经来不及了 你看他上飞机的时候 跌跌撞撞 跌了三个大礁 跌一次 跌两次 跌三次 走了几步 跌三次 他有力气管我们台湾吗 好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中国的军演如果加剧的话 像海上的军演再加剧喔 接着下来 这个月是海上军演 为什么 润嘛 润跟水有关系 所以海上军演下一个月呢 病腐加上一个二黑 二黑就是病腐 加上一个五黄上 农历的四月是癸四月 癸四月我们还防着地震了 日本的鹿尔岛呢 一天半 狂震了一百四十一次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喔 做好防震准备喔 然后做好呢 防疫准备 还要做好军演准备 国家要准备好做军演准备啦 我知道最近呢 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已经接到很多通知单 要回军队去受训了 所以呢 我希望呢 我们的领导人呢 能够让我们这个 可爱的宝岛平平安安 这个二十九天呢 很快就到来了 现在是农历三月 接着下来农历四月 我会一个月一个月 逐月的告诉大家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注意着 希望大家呢 做好人身安全 然后呢 做好自己的防疫 做好自己的 身心灵的这个平衡 好 那这个二十九天呢 这个灾难呢 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请大家要特别小心 好 最近呢 除了火山山以外呢 全世界都都在什么 火山爆发 地底下的火山也在爆发 然后呢 日本 日本居然要把 十年前的福岛的废荷料 倒进海里面 现在呢 很多人出来抗争 你觉得这个世界 还没有灾难吗 我们灾难还不够吗 你知道我们在下游 它 只要一到 那些 核废料的水下来以后 你知道那个海底生态 会是怎么样 我们连鱼都没得吃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大家 稍微皮绷紧一点 那现在干旱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的话呢 农作物已经没有办法生产 农作物我之前就讲 缺粮大作战 好 缺粮又来了 缺粮大作战呢 物价势必要上涨 请大家好好的 把你的民生用品啊 物资啊 好好的稍微计算一下的 这些农民 接着下来是渔民 到底要怎么样生活 如果核废料 倒进了大海里面 你知道日本有黑潮 它的鲍鱼黑潮 如果是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补货很多鱼类哦 但是如果那个黑潮 跟着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都吃到 那些鱼就是有核废料的鱼呢 核食还不够 还要吃核废料的鱼吗 我要警告大家的是 除了这些以外 请大家务必分享 按赞一下 务必分享好不好 好 那我们要防大政 现在呢 全球冰岛 一个礼拜可以狂症五六万次 现在呢 鹿尔岛 一天半 症了一百多次 所以呢 台湾也要防症 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好 东南边 还是在东南边 那就是花莲台东地区 我们要特别小心 好 那接着下来呢 五月份 农历的五月份呢 到底会怎么样呢 农历五月份是 甲午月 甲午月呢 太阳化季 所以呢 我们会感觉到呢 没有 没有希望 好像也没有未来 好 那接着下来呢 农历六月呢 以未月 更麻烦了 这个月呢 基本上呢 跟五黄煞重叠的 虽然有好的吉星进来 但是呢 还是太岁正重月 所以呢 从农历的四月 五月 六月呢 我们真的要戒身恐惧 都有可能发生呢 重大的事情 希望呢 军演不要插枪走火 不要再吊飞机 也不要海上的船难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看到那个日本的 如果真的倒进海里的话呢 我们可能连鱼都没得吃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还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如果去东南方旅游的话呢 要特别特别谨慎 那希望呢 大家能够很平安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呢 这个灾难呢 其实还蛮严重的 所以呢 我提早跟大家做预言 希望大家好好的做好准备了 海洋老师呢 语重心长 谢谢大家 那不要忘记 按赞分享 那海外的朋友呢 可以加到我的 视频的正前方的微信 ASKJENNY888 另外的话呢 动动你的指头 按订阅小铃铛 加接受全部通知 非常感谢大家 我会逐月再告诉大家 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 希望世界和平 全球都平平安安 拜拜